分級醫療轉診制度 但是 他是感覺上 長久的選舉 他對 我們講這些話 他不會去 台灣人說一句 給我們信經就對了 真的是 這是長久的 業障 這樣對 他沒有 對 他說這有長久的業障 沒有肚子餐那種 所以說 他沒有肚子餐來處理 他說這樣不行 一定要來 落實分級醫療轉診制度 這是我們在 10月12月10號 特別向蔣部長 要求的落實 健保法第43條的 主要的內容 那我們從中國的歷史上來看 滿清時代到中華民國時代 那國務深東山先生 也曾經上過百萬元書 給當時的清朝政府 但是他們清朝的政府 沒有你生經 所以到最後有11次的 革命在武昌起義 可以把滿清推完掉 我們也學他的精神 好不好 好 看到健保法 第43條 就是二代健保 一代健保是33條 好 你好 啊